相對上又可以想一下的就是華原醫療 你看到今季第一季的業績相對上不錯 其實都不錯的 第一季的收入同比增加了8% 正利益同比增加了28% 為什麼它可以表現得不錯呢 因為旗下的一些不同的公司 好像東岡柯家或者華原商學 其實它的營利表現相對上做得不錯 所以就帶動華盡醫藥的業務 其實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另外近期也有附屬公司 華盡商學 跟藥廠簽訂了一些新冠藥的口服抑制劑 短期來說也有消息面的帶動 而整體內地推出一些不同的政策 想振興整體的醫藥行業 所以我覺得其中一隻可以有潛力股去考慮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華盡醫藥 因為你看到近年來講 跟著大肆 其實是年初的時候也衝過上來 但整體大肆都被藥 跟著大肆 你三月捉底之後 慢慢一路一路都是緩步 穩步地上回來 近期來說它已經升穿了 你今年年初做出來的高位 其實是想向上進行一個突破 短期來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考慮買進去的話 在Igon這些原水平 或者你等它有機會 輕輕整固一下 低回幾個%去考慮一下 那可以上網去到哪個水平呢? 我覺得可以去看著 去到5.5 如果真的去到5.5 如果升穿得到的話 才可以上網高一點 即7元的水平 向下 萬一如果真的失去升軌的支持 去到4.2 或者是之前的這些低位 做低一點 就是穿了4元這些位置 就可以做一個止蝕的位置 可以進行這樣的部署方式